祝上善人 大家早安 我們這一期的生命 這個生口義 你 既有守有權 又有使用權 千萬不要忘了好好去用它 譬如說像 現在我們年齡越來越大 但是普遍的 失憶的 變成植物人的 越來越多 你只要不願意死 總有一天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等你那個 慢慢的 一樣一樣壞 然後不 壞了 那大概就差不多 我們只要 其實只要幾十秒 幾十秒 沒有呼吸 大概就差不多了 就不能用 所以 那時候的身體 雖然還有手有權 但是已經沒有使用權 你已經不能用它 所以 還是要珍惜 珍惜 不是貪著 而是珍惜 善用我們 還有這個 身心 深口意 深口意 起心動念要看好 不要一天到晚打妄想 不要產生種種的 批評啊 不滿意啊 強烈的分別 那個其實是很糟糕 但是我們很習慣 除非你真的有羞 或者你過去的習氣好 你就會不會有那一行為 那如果還有那一行為 就代表我們過去的習氣不好 過去習氣不好沒關係 現在要隨時提起絕躁 那不好的行為一出現 馬上把它擋下來 雖然講事說把它擋下來 事實上 就不讓它連續 那 不讓念頭連續 要用什麼擋啊 用明空擋 明空就什麼都不用擋 明呢就是看著清清楚楚 看它沒有了 它產生了 看著它沒有了 這個就是把它真正的化解掉 要這樣不斷的訓練 因為這樣一次一次就可以把我們習氣 慢慢的弱化掉 慢慢的葉種子把它清理掉 所以有這一份絕躁 有這一份智慧 有這一份究竟的知見 究竟的知見就是 本來就是空明的 本來無一物 我也是本來無一物 但是我因為有很多妄想 很多惡業 所以我現在的身心 是不愉快的 是痛苦的 是做不了主的 那反過來講 我雖然是空明 但是我給我的起心動念 都是饒慾眾生 都是修六度萬恨 修慈悲喜捨 那麼你種子起現行 就通通這些功德相 那你的存在就大有意義 你可以 做菩薩 你也可以成佛 至少你是一個好人 所以完全是看我們怎麼樣子 我們的業 我們的行為是什麼樣子 你造的業就是那個樣子 你的業報也就是跟它相關的 那你都是善念 你的業報自然就善 物與類聚吧 你現在常常起惡念 那你大概周遭的人跟你關係都不會很好 由心起惡念 嘴巴惡口 周遭的人絕對不會跟你很好 反過來講 我們的心懷慈悲 那嘴巴講出來都是愛語 都是跟法相關的 那麼圍著你周遭的 就通通這些 有修行的人 有修養的 有福報的 所以我們到底要變成什麼個樣子 只要從我們的行為 從我們習心動念 控制好 掌握好 那就對了 是沒有那麼難 不需要去求別人 完全不需要求別人 只要 照顧好自己 只要把自己弄對 別人自然 你如果是一個對的人 那自然 在你周遭出現的就通通是對的人 那最高境界當然就是 當你心清淨的時候 那你的周遭都是清淨的法界 所以一定要確信這個道理 因為如是因 如是果 一定要確定 一點都不要懷疑 那如果能夠這樣子 那當然慢慢的你就可以越來 當然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 但是要知道那樣子才對 做對是應該的 那樣子才對 做對是應該的 做錯了 做錯了 趕快 懺悔 啊不對了 不能繼續下去 不再犯 那這樣慢慢慢慢自然就把就業消掉 那 新造的呢 都跟殃貨不相應 莫在造新陽 因為現在的起心動念 我是可以自主的 我的起心動念 我是可以自主的 但是那個妄念呢 不是我主動要想 它跑出來的妄念 那是我不能自主的 但是它不是真的東西 它是我們的種子 起線型 顯現出來那些想法而已 一些想法 你只要 保持覺知 你就看著它 根本就假的 根本什麼都不是 那這樣種子起線型 被你的空明 被你的覺躁 躁透了 它就消失掉了 躁透了就消失掉了 你如果沒有躁它 沒有躁到它 沒有把它消融 它一起來你就跟著它跑 那又開始造業 那種子起線型 線型又變成種子 就在那邊循環 永遠沒完沒了 這個道理其實很清楚 很簡單 但是要能夠用得上 還是要隨時保持覺躁 只要失去覺躁 那就做不了主 我到底是什麼 我就是空明 空明就是覺躁 真正的你 就是那一份覺躁 所以失去覺躁 我而無我 不然的話就 我就變成顛倒的我 如果保持覺躁 我是真我 所以妄想 執著顛倒 都動不了你 因為我做得了主 空 一切無然 明 一切 黑暗 一切無明 都上不來 都起不了作用 所以我們是本來 本來就是應該自在 沒有道理不自在 就是因為失去這份覺躁 所以你不自在 好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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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